最近武漢肺炎的疫情,又發生了許多重大的事件 也有許多新的進展 包含上週出現了一例台灣本土確診案例 以及讓很多人相當擔心的英國變種病毒 今天就讓我們來繼續幫大家更新 最近幾個月的疫情資訊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那今天的內容重點 第一個是關於台灣的疫情狀況 以及高風險的跨國航班機組人員的疫檢措施調整 第二個部分,我們會幫大家更新一下 全球疫情的狀況,以及目前疫苗的研究和許可進展 第三個部分,我們會幫大家整理一下英國的變種病毒 我們目前知道哪些資訊 那第一個部分,台灣在上個星期二12月22日 指揮中心宣布,台灣出現了一個本土確診案例 讓台灣零本土確診的日子,在累積了253天之後結束 這個案例編號771的確診者 是一位30多歲的女性 是被第765案的長榮航空的紐西蘭籍機師傳染的 案765的這位機師 在11月29日曾經飛往美國 然後在12月4日回到台灣 12月12日再飛往美國 當時在飛機上面就有咳嗽的症狀 但他一路上都沒有戴口罩 而指揮中心認為 案760跟766兩位機組人員 應該就是被他傳染的 而紐西蘭籍機師15日回到台灣之後 進行居家檢疫,18日裁檢,20日確診 不過當他被檢驗出確診之後 這位機師入住負壓隔離病房的時候 也不配合醫師跟護理師的指示 此外,他也多次不配合疫調 直到指揮中心調出行車記錄器跟手機定位記錄 藉此找到案771的這位30多歲女性 而指揮中心也同時公佈了這位機師 曾經在出現症狀前幾天 出入過台北天母的百貨公司 以及桃園難砍的大賣場 而且還沒有戴口罩 因此公佈她的活動足跡 而桃園市衛生局根據傳染病防治法 開罰最重的30萬元罰還 而長榮航空目前也已經開除了這名機師 而案771的這位女生 在確診之後,被網友瘋狂的肉搜 網路上還有各種流傳她跟765的 這位機師關係匪險的消息 那麼明白,對於防疫破功大家都很憤怒 但是肉搜確診的人 或是轉發各種未經證實的資訊 這些動作還是應該要避免的 以案771來說,她也是被傳染的受害者 我們認為,那些公審或是肉搜 不僅無法幫助她康復 也有可能會波及無辜 防疫的目標一直都是要對抗病毒 而不是那些被感染的人 不斷的肉搜和騷擾確診者很有可能讓確診的標籤壓力變得更重 因此讓人不敢去就醫通報 甚至是隱匿實情的話 那反而會讓疫情擴散的風險變得更大 你很想說服爸媽認同自己在職場上爭取權力 甚至為重大議題聲援 卻因為不知道如何開口、害怕請衝突而選擇放棄嗎? 只要經過學習 你也能夠有條理又完整的表達想法 讓更多人認同你喔! 我們最近推出了全新的現場課程 將志祺七七團隊最核心的技術、架構性思考 完整的提煉分享出來 而課程的情境,會以時事和日常議題為核心 並透過三個階段的技術,帶你學會架構性思考 首先是準備資料 我們會分享團隊搜集、閱讀與辨識資料品質的方法 讓你有效率從海量資訊當中 看懂事件的脈絡,找到可用的內容 再來是形成觀點 我們會教你如何從資料中梳理出初步的想法 經過嚴謹的邏輯驗證 形塑出合理又精闢的觀點 最後是溝通說服 我們會教你如何將觀點展開成清晰、有說服力的表達脈絡 再帶你細條敘事方式,讓你的觀點被完整、正確的理解 而這一套架構思考術,不僅可以運用在時事議題上 更能放大應用到生活中的各種場景 無論是學到小組的報告與親友的談話 職場的通過報告,甚至是社會議題上 架構思考術都能讓我們更完整地表達自己的看法 並且得到更多人的理解與認同 這本課程目前在蛤蛤上面進行募資 預計募資到1月14日 課程原價是1960元 但募資期間的優惠價值1480元 現審接近500元 三人同學的話,一個人更是只要1333元就好 這麼划算的價格,千萬別錯過囉! 詳細的購買資訊,就請再看看資訊欄的連結跟說明囉! 而在紐西蘭機師確診之後 也有很多針對航空機組人員 易檢措施的質疑出現 據說,在機組人員執勤期間 有人能確保機組人員都有落實防疫措施了嗎? 到了外站,也就是抵達國外機場之後 有人能確保他們都沒有跟當地人有接觸嗎? 而在回國之後 目前的機組人員居家檢疫的時間 機師只要3天,空服組員只要5天 就會轉成自主健康管理的階段 也就是非必要不要離開家裡 如果外出的話,必須要戴好口罩 那以這次的紐西蘭機機師的狀況來說 居家檢疫3天之後就可以進入社區 行蹤跟防疫措施落實的狀況很難掌握 只要有漏洞,很有可能就會讓病毒開始傳播 而指揮中心也在12月28日宣布 從2021年元旦開始,機組員的防疫管理將升級 比較大的轉變是,機組員在外在住宿的期間 也不能外出,也不能接觸當地的訪客 而航空公司也必須要建立機制 來掌控機組員的行蹤 包含了即時監視的系統 或是保全專責人員等等 而考量到機組人員派遣的問題 因此機組員在回國之後 居家檢疫的期間 並沒有拉長到跟一般民眾一樣14天 而是拉長到7天 但如果有出勤的需求 在這7天內,可以直接派飛長城的長班 但如果沒有出勤的話 7天居家檢疫期滿,會安排採檢 確認陰性之後 還會進入7天的加強版自足健康管理 在接觸期間內 機組員禁止搭乘大眾議書工具 也禁止出入像是喜宴、酒吧、夜店 百貨公司和夜市等等的場所 那更新完台灣目前的狀況之後 我們要來看一看目前全球疫情的狀況 目前全球確診人數已經超過8000萬人 而在死亡人數的部分,也已經有超過170萬人死亡 那目前疫情最嚴重、確診人數最多的 分別是美國,累積確診人數超過1900萬人 再來是印度,超過1000萬人確診 而第三多的是巴西,有超過750萬人確診 這三個國家都遠遠超過其他國家的確診人數 不過雖然疫情嚴重 但好消息是2020下半年疫苗的研究 陸續有重大的進展 根據《紐約時報》統計 目前全世界有超過10支疫苗 已經進入第三期臨床試驗 其中最受到矚目的幾支疫苗 分別是美國輝瑞大藥廠 和德國BioNTech合作的RNA疫苗 還有美國莫德納的RNA疫苗 以及英國牛津大學 和阿斯特捷利康的病毒載體疫苗 那在有效性的部分 輝瑞疫苗有95%的防護力 但它需要零下70-80度的冰箱才能保存 而這種冰箱除了大型醫院或研究結構之外 比較少見 因此在運輸和保存上有相當大的挑戰 而第二種莫德納疫苗 防禦力同樣有95% 而且只需要-20度的冰箱來保存就可以 那在牛津疫苗的部分 它的有效性會根據施打劑量的不同 而有不同效力 但最高可以達到90% 以臨床試驗的整體數據來看 平均則是大約在70% 但牛津疫苗的優勢是 它只需要一般的冰箱就可以保存了 最容易運輸和保存也是最便宜的一種疫苗 而另一方面 在施打狀況的部分 最早宣布有效的輝入疫苗 獲得了最多國家的許可 包含加拿大、瑞士、阿聯都已經正式批准 而緊急使用許可的部分 包含美國、英國和歐盟 也都已經批准允許施打 而莫德納疫苗、牛津疫苗 還有俄羅斯跟中國幾款不同疫苗的狀況 在紐約時報的網站上都有詳細整理 有興趣的人,我們會把連結放在置頂留言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再點過去看看 那話說回來,雖然疫苗開發進度不錯 但是各國民眾接種的意願 仍是讓人相當頭痛的部分 因為過去歐美各國民眾對疫苗 都抱持著相當大的懷疑 因此能推行到什麼程度,還有待觀察 此外,輝瑞原本宣布要在2020年供應1億劑的疫苗 但在12月的時候,由於原料供應不足的關係 把疫苗生產的這個數量,下修到只剩下一半 也就是5千萬劑 而明年生產的狀況會如何,目前還不是非常清楚 不過在疫苗持續有進展的時候 英國就傳出了變種病毒大流行的消息 在12月14日的時候 英國衛生大臣漢考克在記者會上面表示 在英國蘭的東南部和倫敦地區 有一種變種病毒株正在流行 這個變種病毒的代號叫做B117 事實上,在9月的時候,英國就已經發現它的存在 到了11月中的時候 倫敦有1 4 分的確診者感染的是B117 到了12月中旬 倫敦已經有將近2 3 分的確診者被B117感染 英國研究人員還發現 這種變種病毒,比現在盛行的病毒更容易感染人類 而且原本的病毒比較容易感染成年人 因此對老年人的傷害比較大 但最近開始流行的B117則是連小孩都很容易感染 英國在12月中宣布了這個發現之後 馬上拉高了防疫的層級,並通報WHO 但一週之後,每日新增確診人數暴增將近一倍 從18000多例變成一天新增確診35000多例 英國政府因此宣布 英格蘭許多地區進入最高等級的防疫措施 幾乎等於是封城 全世界陸續有超過40個國家和地區頒布旅行禁令 而法國封鎖了英國邊境措施,影響特別嚴重 因為法國要求英國貨車司機都要篩檢才入境 因此超過3000輛大貨車卡在英國往法國的多佛港 導致聖誕節和新年假期的英國 必須要面臨食物供應吃緊的狀況 很多都擔心,英國變種病毒的出現 會不會讓已經研發完成的疫苗失去功效 許多專家都表示,RNA病毒的特性就是很常突變 只是這次的病毒傳染力比較強 目前也沒有跡象顯示B117會比較致命 而疫苗也不會經過突變,一瞬間就失效 此外,專家也表示,即使病毒一直在突變 輝瑞和莫德拉的RNA疫苗 也可以透過調整RNA序列的方式 做出針對新病毒的疫苗 因此目前都不用太過擔心疫苗會失效 好的,那今天的七七追七令就幫大家整理到這邊 最後要再認真地提醒大家 目前台灣的狀況看起來還算穩定 但我們的危機並沒有完全解除 這幾天是跨年廉價,而且天氣很冷 那如果你有出門參加跨年活動 或是廉價出遊,提醒大家要注意保暖 也要繼續保持各種良好的生活習慣 不要輕忽之前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防疫措施 在人多的地方,要記得保持戴口罩並且刑機手 那如果你想鎖定這系列的節目 請訂閱我們並按下小鈴鐺 也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 武漢肺炎疫情的相關進展 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看看疫苗安全性的相關討論 那麼今天的七七追七令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